一只黄金钩子飞了过来 挂到了茶壶上 一个小人冒出头来 爬上了桌子 然后收起绳子 挂到了脖子上 穿过一条蓝色走廊 来到了榨汁机旁边 启动开关 拉上来一个方便面盒子 男人伸出手 竟然拽出来个小女孩 之后又拽出一个 小美拿着雪糕棍撬开了冰箱 坐了下来 跳进冒着热气的冰箱里 脸上充满了好奇 掀开冰激凌盖子 用手瓦了一大勺 美美地吃了起来 这时小帅体力不支 木棍掉了下去 尽管他拼尽全力 可冰箱门还是关上了 小美心里非常害怕 而老爸还在借电池 听到小帅呼救后 挂上钩子跳了下去 割断绳子 快速跑了过来 用力一跳 弹到了肥皂上 刮了起来 然后跳到拖把上 荡了过去 这时主人回来了 他把电池交给了小帅 然后按下面包机开关 一用力 弹到了出冰口 藏了起来 小美纵身一跳 坐上了滑梯 幸好被老爸接住了 这时男人拿来杯子 按下开关 冰块滑滑地往下掉 老爸赶紧举起铁锹挡住 男人还以为冰箱坏了 下一秒 冰块就掉了一地 还发现一把小铲子 和一根毛线 换上电池后 电灯亮了起来 然后一家人共用晚餐 突然桌子震动起来 他们赶紧系好安全带 盘子飞到了空中 小帅也腾空而起 贴到了地板上 原来是女人在扫地 之后小帅就掉到了桌子上 女孩拿了根半米长的蜡烛 走了出来 轻轻拨动电线 点来了蜡烛 然后坐上电梯 拉动开关 嗖的一声飞了上去 打开门后 钻了出来 坐到桌边 想蹭会儿电视看看 没想到男孩竟然关掉了 小美刚打算离开 一不留神碰到了玩偶 还惊动了大壮 她看到小人后 倒出铅笔 拿着盒子跑了过去 可什么都没看到 等大壮离开后 小美悄悄走了过去 想拿回蜡烛 没想到大壮突然出现 她转身就跑 可被盒子罩住了 然后到路存钱罐里 大壮说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然后就把她放了回去 这个男人戴上清枕器 拿起锤子 在墙上轻轻凿了起来 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不过这一切却被俩小人看到了 忽然她咧嘴一笑 扔起锤子 把墙凿了个大洞 里面竟然藏了个保险箱 轻轻转动齿轮 只听咔的一声响 男人打开门后 拿出一个壳子 掀开盖子 取出一张纸 这竟然是男人欠下的百万欠条 今天终于找到了 她拿起大火机 想把纸烧掉 可发现没气了 然后找到了火柴 可一转身 发现纸居然动了起来 她眨了眨眼睛 纸还在继续移动 原来是被小人拖着 然后拽进了通风口里 汉子这时才跑了过来 却为时已晚 她仔细一瞅 发现里面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清 拿出听诊器放到上面 竟然听到有人在说话 于是她拿起锤子 凿进了地板里 这个男人把听诊器 放到地板上 然后拿起黄金锤子 用力撒进了地板里 小人吓得六神无主 不断地往后退 她一用力 撬开了地板 仔细瞅了瞅 把右手伸了进来 他们赶紧逃跑 可小帅却被挡住了 手指离她越来越近 眼看地底有危险 小美四处张望 看到了九尺冰塔 下一秒 胖子抽回了手 看到小拇指上有个叉子 她非常生气 手伸进来到处乱抓 把地板都拆开后 还是没能找到他们 于是找来了灭虫专家 只见她拿着工具 怼到了墙里 然后喷出白色泡沫 突然小人们听到声音 低头一看 墙缝里充满了泡泡 快速向他们冲来 不过他们跑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二楼 胖子问专家 什么时候能好 结果喷了她一脸泡沫 专家赶紧关闭了工具 不过泡沫已经凝固了 为了半天劲儿才弄下来 听到楼上有动静 一扭头 看到了俩小雷 他们赶紧钻到了洞里 可被胖子看到了 然后把听诊器放到了墙上 这时小帅打了个喷嚏 胖子指着墙说 就在这里 专家哭吃就是以下 他们赶紧逃跑 可都被胖子听到了 不停地砸了起来 然后以用力 勾住了小帅的腰带 手一抬 小帅就被甩到了电灯上 胖子够了半天 就是没够到 专家把灯打开 胖的小帅哇哇大叫 小美把卷尺放了下去 这时胖子拿起锤子走了过来 砸到了灯泡上 小帅趁机抓住尺子爬了上去 而胖子则手握锤子 换了个很哇塞的发型 浑身还冒着仙气 专家急忙关闭了电源 胖子这才逃过一劫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哦 好